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咸梯旁迎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两人见面后握手致意并热情拥抱 而后两国元首并肩沿着铺设的红毯上走过 随后快走到车队前时 两国元首停下步伐并立即开始了热切的交谈 普京随后邀请金正恩乘坐自己的总统座驾阿鲁斯 平壤对普京来访举行了欢迎仪式 平壤街道上挂起普京肖像和俄罗斯国旗 以欢迎普京访潮 据报普京访问朝鲜的日程丰富 主要部分将于6月19日进行 计划以多种形式举行会谈 包括扩大会谈以及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会谈 他与金正恩将于19日举行非正式会谈 对安全问题在经贸 能源 交通和农业等方面的合作 等重点领域问题展开讨论 在出访前 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外交部一项决议 同意和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 有关文件可能在普京访问朝鲜期间签署 并指出相关条约或将涉及安全 政治及经济领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中社报道 朝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逐渐成为维护国际正义和平与安全的强大牵引机 又形容两国最高首脑在平壤重逢 再次清楚地彰写 朝俄团结友谊的劳不可破和共同行 朝中社在普京抵达平壤后几个小时 随即发表长文 形容这一次国事访问是值得大叔特殊的历史性会晤 普京对金正恩清零机场热情接待表示谢意 两国最高首脑 厂怀酗旧 深入交换意见 表示以此次会晤为契机 按照两国人民的共同志向和意愿 进一步升华发展朝俄关系 朝中社形容普京此次来访 正值朝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 此访将成为朝俄关系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 有力牵引两国人民盼望国家建设的重要之行 不过现在美国五角大牢是说 对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表示担忧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举行会面对普京访朝一事 斯托尔滕贝格是很担忧 俄罗斯会在导弹以及核武器方面 向朝鲜提供潜在支持 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则表示 如果有什么事情会让大家担忧 那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状况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 朝俄之间不断深化的合作 值得关注 The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DPRK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especially to anyone that'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also supporting the people of Ukraine as they continue to fight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同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面 对于普京访朝一事 斯托尔滕贝格担忧俄罗斯 会在导弹及核武器方面 向朝鲜提供潜在支持 俄罗斯托尔滕贝格担忧俄罗斯托尔滕贝格 这也证明我们的安全性并不是区域 而是全球的 在英国的关系的情况下 你现在看到的是在朝鲜平壤 应朝鲜领导人吉正恩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 与当地时间19号正在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普京时隔24年再度访问朝鲜 预计将会同金正恩举行多种形式的会谈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辆摩托车 正在整齐列队的进行开道 两旁的朝鲜民众也是加道欢迎普京的此次来访 那么普京本次访问朝鲜是非常的丰富 根据俄方公布的消息 主要活动将安排在今天19号举行 包括将会由朝方为欢迎普京而举办的大型音乐会 国宴以及向牡丹丰解放信念碑竞献花圈 那么就在今天普京还将和金正恩举行非正式会谈 对安全问题在经贸能源交通和能业和农业等方面的合作 等重点领域的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看到当天现在平壤的天气非常的情好 两旁的绿化显然是经过了很精心的装扮 那么普京的座驾正在大道上及时 就在本次出访之前 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外交部的一项决议 同意和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那么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 有关的文件可能会在普京访问朝鲜期间签署 并指相关的俄朝条约将会涉及安全政治及经济领域 那么普京是在今天凌晨抵达平壤 就在普京抵达几小时之前 朝中社也发表长文 形容本次普京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是值得大书特殊的历史性会晤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平壤民众的欢迎队伍 嘻嘻嚷嚷非常的壮观 那么朝中社还报道说 本次会晤是以这次会晤为契机 按照俄朝两国人民的共同志向和意愿 来进一步去升华发展朝俄关系 朝中社形容普京本次来访 正值朝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 此访将成为朝俄关系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的重要契机 有力的去牵引俄朝两国人民 盼望国家建设的重要之行 我们看到本次活动朝方可以说是密切的去准备 整个车道队伍行进了这么久 走了好几个拐弯还可以看到有大批的平壤民众举着旗帜和整齐的队伍去欢迎普京的来访 道路两侧也是悬挂着普京总统的照片 那么对于本次普京访问朝鲜 美国方面也做出了回应 认为俄朝之间日记密切的关系 对此表示担忧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质哈罗瓦就表示 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被人担忧的话 其实是应该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状况 而非是俄朝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 我们看到现在平壤民众的欢迎景象非常的壮观 尽管天气非常的炎热和晴朗 但是朝鲜民众还是非常喜悦的去欢迎普京本次对朝鲜的访问 那么普京是18号至19号对朝鲜开展本次进行的国事访问 也是时刻24年普京再度去访问朝鲜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查科夫此前也表示 普京将和新政恩举行会谈 讨论的内容包括经济能源交通和农业方面的合作 以及安全问题 其中包括地区关系等多个领域 并且两国会就最重要最敏感的地区问题进行意见的交换 那么朝鲜官方媒体劳动新闻18号也发表了普京的文章 普京就强调俄罗斯与朝鲜本着平等 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原则 保持友好木林关系已有70多年 谱写了光辉的历史传统 他高度评价了朝鲜支持俄罗斯 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表示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向世界强加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实质上无非是基于双重标准的全球新殖民独裁统治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朝鲜平常民众 纷纷都举着俄罗斯的国旗向普京本次来访表示欢迎 欢迎队伍非常的壮观 一直出现着稀稀让让的人群站在道路的两旁 为普京加道欢迎 普京在访问之前也表示 对朝鲜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称朝鲜不顾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压力 挑衅恐吓和军事威胁 朝方是有效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强固等工程中取得巨大的成果 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那么本次普京的访朝之行呢 可以说还有一个重点的关注领域 就是要建造不受西方控制的支付体系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握手 在平壤 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后是正在欢迎他们的民众 气氛非常的热烈 普京正在聆听翻译的讲话 现在双方领导人走向红毯 那么本次普京访朝呢 受到了朝方的高度关注 朝方的官员也是整齐列队 一同拍手来欢迎普京的到来 我们看到普京正在和朝鲜的政治级外交高官 政治军事外交官员进行握手 普京辞访的主要的行程都集中在19号 将会出席 为欢迎普京朝方所举办的大型音乐会国宴 以及普京还会向牡丹丰解放信念碑 敬献花圈等活动 其中是为了纪念二战期间 在朝鲜半岛解放战争中所牺牲的苏联士兵 我们看到的是普京在金正恩的被通下 同朝方官员进行握手 现在画面转向的是金正恩 同陪同普京来访的俄方官员进行握手 可以看到本次访问的普京来朝访问 是在一种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为了欢迎此次普京的到访呢 朝鲜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安排 包括组织大量的民众进行这个双方 进行欢迎普京的仪式 现在在演奏的是两国国歌 画面中我们看到普京和金正恩 庄严肃目正在俄罗斯国歌的演奏下 进行相关的仪式 普京本次访问的 适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 与当地时间之9号凌晨3点抵达平壤 展开对朝鲜的国式访问 这是普京时刻24年再度访问朝鲜 将与金正恩开展多种形式的会谈 那么双方也很可能会签署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我们看到本次才来欢迎普京的队伍当中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朝鲜的仪仗队 现在普京即将在金正恩的陪同下 对朝鲜的仪仗队进行检阅 我们看到普京向朝鲜卫兵点头制衣 开始检阅朝鲜的仪仗队 那么整个朝方对普京的欢迎意识 可以说是相当的盛大 我们看到在两位领导人的身后 欢迎的队伍一直在摇动着旗帜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朝鲜的陆军方队 正在接受普京的检阅 现在普京正在检阅朝鲜的海军方队 那么整场检阅仪式可以说是精心安排 去解密布布置 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朝鲜民众组织 为欢迎普京所进行的一些舞蹈的活动 画面中我们看到普京 在小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当中走上坐驾 那么19号普京与金正恩将举行非政治会谈 对安全问题在经贸 能源 交通和农业的方面的合作 等重点点为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民众 对普京的欢迎非常的热烈 民众们纷纷举着鲜花和俄罗斯和朝鲜两国的国旗 向普京表示欢迎 在本次出访之前 普京已经在国内签署了俄罗斯外交部的一项决议 即同意和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那么据俄罗斯总统助理透露 有关文件可能会在普京本次访问朝鲜期间签署 并指条约将会涉及安全 政治及经济领域 我们可以在朝鲜平壤民众的脸上 看到他们真诚地去欢迎普京这种喜悦的心情 对于本次访问普京已经高度评价了朝鲜 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决事行动的这么一种做法 他表示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向世界强加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而这实质上无非是基于双重标准的全球新知名独裁组织 普京表示很高兴看到朝鲜不顾美国 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压力 挑衅 恐吓和威胁 有效维护朝鲜自己的利益 他指出朝鲜人民在国防 技术和工业强国工程中 正在取得巨大的成果 取得良好的进展 画面中我们看到普京的车队已经再次启程出发 那么据有额方公布的消息 普京私访的主要活动都将安排在19号举行 那么普京19号的访问行程包括去出席为了欢迎他访问朝方举办的大型音乐会国宴 普京还将向牡丹丰解放纪念碑竞献花圈 纪念二战期间在朝鲜半岛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士兵 朝鲜媒体也对本次普京的出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也刊载了普京自己在朝鲜发布的文章 即俄罗斯本人与朝鲜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原则 保持友好的梦林关系 已有70多年谱解了光辉的历史传统 那么本次出访也是普京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鲜 那么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就表示 普京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讨论安全问题以及经济能源交通和农业方面的合作 其中包括地区关系安全问题等多个领域 便会讨论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平壤的天气非常的好 天气晴朗 普京和金正恩的车队在一众摩托车队的开路下向前行驶 我们看到朝鲜道路的两旁都挂着普京的照片 以及俄朝两国的国旗 对于普京本次的出访 朝鲜方面可以说是高度重视 安排了十分精密的这个欢迎仪式和活动 我们看到车辆行驶了这么长的时间 让两旁一直有朝鲜民众加到欢迎 他们举着鲜花和朝俄两国的国旗 那么对于本次普京访问朝鲜呢 美国方面也就出了回应 美国五角大楼回应称呢 对于俄朝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表示担忧 那么对此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时隔24年 再次的访问朝鲜 那么就在他抵达平壤的那一刻 朝鲜举国上下都是热烈欢迎 这也宣示着普京正式展开 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我们稍后也会有来自于朝鲜方面的 最新报道提供给您 好 观众朋友我们呢 现在要先把画面来到朝鲜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展开 他的国事访问 搞不好我们马上进画面 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相关的领导人 都已经是齐驱在一堂 普京的车队应该马上就会来到现场 今天的访问朝鲜的日程相当的丰富 因为俄方已经公布了消息 此访主要活动会安排 在今天举行 包括要欢迎他访问而举办的 大型音乐会 国宴 以及像牡丹峰解放纪念碑 来进线花圈 还有纪念二战期间 在朝鲜半岛解放战争当中 牺牲的苏联士兵 而今天在朝鲜方面 天气相当的炎热 刚刚我们的解说也都看到了 民众是全程准备好 拿着气球 而且是排好阵队 在现场欢迎普京的到来 而待会他们双方 也会检阅相关的仪仗队 而进行后续的安排 那我们看到俄方的官员 现在已经是列队准备好 等待普京车队的到来 那观众朋友 再帮你稍微更新一下 其实在上一节我们刚刚大段的看了一下 普京跟金正恩两个人一起在平壤的画面 而车队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 民众都是在烈日炎炎之下 来等待普京的车队经过 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以及朝方官员 正在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画面中我们看到普京和朝方官员 正在走下台阶 即将从普京举行会面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朝鲜的内阁总理金德逊等朝鲜高官 正在金正恩的身后 一同向国厂的中央走去 那么现在朝鲜时间刚刚过 已经到了领导人会面的时间 那么根据俄方公布的消息 普京辞访的活动主要安排在19号举行 他将会出席 朝方为他欢迎普京所举办的大型音乐会 火焰 普京还会向牡丹丰解放纪念碑 敬献华拳来去纪念二战期间 在朝鲜班导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士兵 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走下台阶 向广场的中央走去 两旁骑着白马的卫兵整齐列队 等待普京的到来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朝鲜平壤的民众 正在家道欢迎普京的车队 他们举着鲜花和旗帜 气氛非常的热烈 后面中可以看到的是普京的车队 在多辆车辆的陪同下 正在向广场的中央行进 两旁有摩托车开到 那么本次访问呢 就在今天普京将和金正恩举行非正式会谈 对安全问题在经贸、能源、交通和农业等方面的超额合作 等重点领域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那么本次访问期间呢 普京还有可能将会通缉任恩 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人和普京的坐驾 正在往靠近红毯 我们看到普京下车 并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两个人热情地握手致意 这是普京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鲜 我们看到两人正在十分热烈地攀谈 那么朝中社呢 在普京抵达平壤的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发表长文 形容本次国事访问 是值得大叔特殊的历史性会晤 普京对金正恩、新林机场接待也表示感谢 那么两个首脑呢 将会深入交换意见 并表示会以本次会晤为契机呢 按照朝鲜两国人民的共同志向和意愿 进一步去升华朝鲜关系 我们看到本次普京访问 朝方的欢迎气氛非常的浓厚 在简约台身后 是朝方的官员和民众 举着朝鲜两国的国旗和鲜花 热烈地去欢迎普京的到访 现在看到普京正在同朝方官员一一握手 那么朝中社呢 就形容普京此次来访的政治超额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的契机 那么此访也将成为朝俄关系 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 有利千亿两国人民 盼望国家建设的重要执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正在同陪同普京访问 朝鲜的俄方高级官员一一握手之意 那么普京本次是18号 至19号开展对朝的股市访问 也是时隔24年 普京再次访问朝鲜 那么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就表示普京先和金正恩举行会谈 去讨论双边安全经济能源交通和贸易 等方面的合作 其中还要包括地区关系安全问题 等多个领域 便会讨论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 我们看到此次欢迎普京的朝鲜民众队伍当中 也有小朋友的身影 现在两国领导人走上检约台 我们看到两国首脑真厚 欢迎他们的官员队伍一直在拍手 欢迎普京的访问 那么对于普京本次访问 朝鲜官方媒体劳动新闻 18号就发表了普京的文章 普京表示俄罗斯与朝鲜 是本着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原则 保持友好牧连关系已有70多年 谱写了光辉的历史传统 那么即将我们看到的是 奏响两国的国歌 以及普京检阅朝鲜的三军仪仗队 那么随着俄罗斯国歌的奏响 我们看到朝鲜官员也纷纷举手敬离 那么普京此次访问 发表的官方文章就强调 他高度评价了朝鲜 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表示美国正在竭尽全力 向世界强加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 这实质上无非是基于双重标准的 全球新制度在统治 普京表示他很高兴看到朝鲜方面 不够美国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压力 挑衅 恐吓和军事威胁 有效维护了朝鲜自己的利益 他评价朝鲜人民在国防 科学 技术和工业强国等方面 取得巨大成果 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我们看到在国歌伴奏声中 两国领导人的神情庄严肃 那么普京本次访朝之行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观众 对此美国白宫方面也作出回应 认为俄朝关系深化是美方感到关切 认为这不仅将会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提供更多武器 还可能会影响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因此美国将会密切关注普京此次访潮之旅 我们看到朝鲜的三军一战队已经就位 即将接受普京的检阅 那么现在检阅仪式正式开始 那么在军阅声中两国领导人走下台阶 即将开始的是对朝鲜三军一战队的演阅 那么就在本次出访之前 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外交部的一项决议 即同意和朝鲜去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调条约 那么据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 有关文件可能将会在普京访问朝鲜期间签署 并且相关条约涉及安全政治及经济领域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陪同下 检阅朝鲜三军一战队 这是普京时隔24年再次访问朝鲜 那么此前俄罗斯总统助理就表示 普京将与金正恩举行会谈 讨论安全问题以及经济 能源 交通和农业方面的合作 其中包括地区关系 安全问题等多个领域 便会讨论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现在两国领导人正走回简约台方向 可以看到今天平壤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衬托出民众对普京欢迎的热烈程度 对于本次普京的访问 朝鲜方面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 为普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那么根据俄方公布的消息 普京此访的主要活动都安排在19号举行 包括出席 朝方为欢迎普京所举行的大型音乐会 国宴 普京本人还会向牡丹丰解放纪念碑竞献花圈 今年二战期间在朝鲜半岛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士兵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普京将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陪同下 在检阅台上继续检阅朝鲜的三军营上队 那么对于普京本次访问呢 朝中社是在普京抵达平壤几个小时之后 即发表长文来形容本次普京的国室访问 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 那么普京也对金正恩亲临机场热情接待表示谢意 那么两国最高首脑预期将会在北四的会晤当中深入交换意见 并表示会以此为契机 按照两国人民的共同志向和意愿 进一步升华去发展朝鲜关系 那么朝中社对此形容呢 普京此次来访政治朝鲜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 此访也将成为朝鲜关系 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 有利牵沿两国人民盼望国家建设的重要之行 现在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正在红毯上行建 并向将来欢迎普京的小朋友们热情致意 现在两国领导人登上座驾 我们看到本次朝方为普京本次来访做足了准备 在盛大的欢迎方队当中呢 既有包括朝鲜的政治金氏官员 也有普通民众 还有前来欢迎普京的小朋友们 我看到随着普京和金氏庵作家的离开朝鲜民众 对他们的欢迎仍然络绎不绝 那么本次行程还包括一项重要的议题 就是普京指出 俄朝要发展出不受西方控制的支付体系 以应对西方单边非法的限制措施 同时又在欧亚大陆 建立一个平等的不可分割的安全架构 并恢复两国之间 俄朝之间的旅游文化教育青年及体育交流活动 那么对于普京本次访问朝鲜的美国五九大楼 也作出回应认为俄罗斯和朝鲜之间 任意密切的关系表示担忧 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就表示 此次行程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被担忧 那也是美国总统拜登的自身状况 而非俄朝之间进一步密切发展的关系 那么在平壤民众热情的欢迎声中呢 金正恩和普京的作家 已经缓缓地驶离了本次欢迎仪式的现场 普京访问朝鲜的人生 好 您告诉我看的就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 那么是接受了朝方最高规格的接待 以及民众热情的欢迎 而普京辞访的主要活动也将会在今天举行 欢迎回来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初席陆家嘴论坛 并发表主题演讲 他表示证监会将推出深化科创版改革八条举措 同时中国证监会将加强力度保护投资者 保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今年是科创版设立五周年 五年来 科创版和注册制的改革效应不断放大 我们将发布深化科创版改革的八条措施 进一步突出科创版硬科技特色 健全发行承销 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 交易等一些制度机制 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和 新制生产力发展 坚持把保护投资者贯穿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 和监管执法的全过程 投资者是市场资本 国际金融市反复证明 一旦发生大的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 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 很可能一夜之间被吞噬 给投资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把强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完善监管 加强监管 对各类风险 找识别 找预警 找暴露 找处置 并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对各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 要依法从严打击 切实维护市场的公开 公平公正 其实我们要跟进到的是广东梅州的暴雨 现在导致全市超过16万人受灾 1400多间的房屋倒塌 而在交领县等多地都是重灾区 灾情如何 马上要连线给在现场的特派记者陈瑞希 瑞希你好 小义中午好 瑞希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 目前在当地救灾工作有何进展 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以及灾民安置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好的 雅倩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梅州市的交领县 那么梅州的地区在持续的强降雨之后 交领县内的石窟河水位是暴涨 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一下 在17号石窟河的一个水位将近是达到了85.6米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水位实际上是超出了警戒水位5.6米左右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梅州市水文局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标尺来看一下 在2000年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水位只有84.2米 所以实际上在17号的洪峰水位是比历史极致还要高出了一点多米 而现在呢整个的一个交领县因为处于地势低洼的这么一个地带 可以看到在一天过去以后我的一个脚仍然是可以磨在这样的一个泥水的里面 目前的每家每户呢只能通过人力将屋内的泥水扫出来之后 再配合小型的一些机械呢将路面上的淤泥逐步一点一点的排出来 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排进河里 不过也有居民表示啊 因为这一次的洪水来得非常的急 暴雨也非常的大 当地的一些应急部门在预警方面可能给的提示还不是太及时 所以导致在洪水来临前两个小时他们才收到通知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将屋内比较重要的财产及时搬到二楼 所以也是这一次的洪水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交领县聊聊的最新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好的谢谢瑞希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务院总理李强 19号的上午在吉隆坡出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的欢迎仪式 并且同安瓦尔举行会谈 画面你看到是上午9点半左右 李强乘车抵达马来西亚总理府受到安瓦尔的迎接 安瓦尔在总理府前广场为李强举行欢迎仪式 有多名的马来西亚内阁部长出席 两国总理登上检阅台 而现场奏响中马两国国歌 李强走上了红毯 检阅一将队而一将兵行注目礼 随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两位领导人也将会见证 中马双方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的交换 美国国防部18号对外公布将就总价值超过三页六千万美元的两批对台军售计划进行知会国会程序 这批对台军售内容主要包括弹簧刀300巡飞弹系统和一款反装甲五人机等 美方要求军售案将要求五名美国政府和12名承包商的代表 前往台湾提供现场设备、培训和项目管理等支持为期两年 国台办此前已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好我们要差不多一个最新消息 这是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的消息指出 在19号的8点28分上海轨交9号县河川路站内 是发生了一起持刀的伤人案件 民警接报之后迅速到场将三名受伤人员送医治疗 而目前犯罪嫌疑人54岁男子沈某已经是被警方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感谢您达成凤凰五千专列 取守定我们各节新闻